來看四川現在熱成什麼樣子 有兩個太陽 我們說六月火燒煲 七月哪火爐 真的現在地球已經生病了 而且已經開始緩撲了 四川竟然有人照到 天空竟然有兩個太陽 好意 你當初不是說射下九個 難道你是只有射下八個 又另外一個又跑出來了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難道你宇宙上你有漏洞嗎 結果專家分析應該是秋季的問題 因為秋季有聚焦嘛 他本來在雲層把它分開一個月頭 把它分成兩個 可能是太陽 真空玻璃啦 現在已經確定了真空玻璃 就是用真空玻璃 你知道真空玻璃 它就會折成兩個太陽 故意的啦 對 那四川其實在目前來看的話 照理講六月到十月是長江的風水期 照理來講你水利的發電要很多嘛 對不對 不應該有缺電缺水的問題 但是今年因為實在太熱了 光是四川平均35度C 這麼熱的情況之下 那又怕沒有電 又影響到生產 當時跟去年來比的話 它的火力發電就減少了11.9% 水利發電跟去年來比的話 減少了24.4% 利用這麼大的缺口 又這麼高的一個氣溫 你怎麼負荷得了 但是大陸還是有一些所謂的 有心人 有愛心的 你如果家裡真的很窮的話 那你要喝個冰水可以來我的冰箱拿 我這邊免費可以拿 這個大媽一來的話不是拿兩瓶 他本來是規定兩瓶 兩瓶四瓶八瓶十六瓶 不夠還要再拿一個袋子要裝 你是要裝回去賣嗎 結果後來那個店的老闆就出來了 你不能這樣怎麼可以這樣呢 那當然也是真的是太熱太熱太熱了 我們來看陝西的地方 它熱到幾度 熱到42度到48度 那我們知道美國這一次 有熱到幾度 地上的鋼筋 用那個水潑下去以後 竟然整個出現了水蒸氣 我們知道常常看 它那個鋼筋如果燒得紅紅的 不過插到水裡面不是整個 清煙嗎對不對 織著清煙 那是晃在地上喔 因為它吸收 因為它可能平躺的 所以吸收很多的太陽光 然後聚集了很多的熱量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熱 當然因為這樣子 所以很多影響到農業 我們看哈爾濱 哈爾濱怎麼會熱呢 哈爾濱不是有冰嗎 哈爾濱的豬場 竟然因為夜間突然停電 五個小時 四百二十六頭的豬 撞不住了 因為以前都熱死 現在的豬都吹冷氣的關係 真的 還蠻一樣的 人不敢吹 豬吹 結果因為這樣子損失一百萬 他又沒有保險 湖北的養雞場 也是因為停電 四千隻雞就熱死了 損失了二十萬 那他們都沒有保險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這次熱浪來襲 可能會影響到農業 食物的攻擊 那這樣的話要特別注意 就是今年跟明年可能通膨物價的一個上漲 沒有辦法壓下去 當然在這個成都的地方 他要辦這個三十一屆的四大運 那聽說最近網路上就有一些說 要來弄一個白紙革命啊 號召啊 號召很多人引起國際的關注 當然如果引起國際的關注 也引起官方的注意 所以很多人說 小心喔 這是釣魚的手法 裡面已經很多人來臥底了 你如果傻傻對人去爬 你真的會去抓去 所以這個是真的假的 目前來講 大家都認為可能又是一個假的 所以現在熱了 熱到很多人頭都昏了 所以很多我們想不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出現了 好 四川缺水缺到自來水公司 居然這個鼓勵大家 呼籲大家怎麼樣 每一個月息兩次到四次的早 是最適宜的 我的天啊 這到底是什麼時代 不過這個除了四川 現在經濟狀況很緊縮之外 地方財政破產危機第一名的 應該還是貴州了 所以貴州現在有蠻多的濫尾工程 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蓋不完的 人民有辦法作為他用 對 我們先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實在是太悠哉了 不知道還以為是人間天堂 就沒想到是負債地 這是貴州的一個濫尾高速公路 這濫尾高速叫做鳳星快線 你看平常大家每次在上面散步 遛狗 打太極拳 跳廣場舞 甚至他們還有在這邊辦 這個所謂的馬拉松大賽 為什麼 這看起來很悠閒 對不對 可是不好意思 這背後代表的是四川的省 財政真的出大問題 這個鳳星快線很慘 他這八線道 他連旁邊兩邊都徵收了 徵收也拆遷了 就政府不只沒有能力 把這個所謂的鳳星快線蓋完 連旁邊徵收的拆遷費都付不出來 這個我剛剛看那個畫面 以為是人間天堂對不對 不對 是負債地獄 那貴州省財政廳的債務多少 公開講1.24兆人民幣 貴州省的 我們剛剛是貴州省的快速道路 對不對 貴州一年收入多少 582億人民幣 換句話說 他一年不吃不喝 要21年才能還完 所以貴州已經破產了 貴州破產的原因是什麼東西 因為它裡面太多太多的爛尾建設 我甚至看到貴州有一個省 他負債跟財政平台 是40年不吃不喝才還得完 真的幹什麼東西 所以貴州省政府公開發文 受限於本省財力水平有限 劃債工作異常艱難 靠自身能力無法有效解決 貴州省政府直接躺平 不然你是要怎樣 對 不然要怎樣 財政部回他說 誰家的孩子誰家報 大家都擺爛 那現在中國這個狀況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慘 像貴州 那當然我不提了 成都 可是最近有個媒體 去訪問到成都招商局的官員 這個官員說 他們剛從歐洲招商回來 他招商了20年 第一次一份MOU都沒錢 我招商歐洲跑一圈 沒有一家公司跟成都 切任何一份MOU 然後廣東有一個縣 為了招商跟美商講 你來多少工程 我給你10%回扣 美商一般也是零 所以中國現在到底政治 他們的外資發生什麼事情 兩個 一個是政治不穩定 一個是數據不透明 政治不穩定我不用講 你朝夕令改 原本弄得都拿掉 好 這不談 數據檢感是 最近中國開始對 非常多在北京或在中國境內的 那種叫做 我們叫做consult 就是顧問公司 去查水表 為什麼他們懷疑他們是間諜 可是問題是這些人 對於外商來說 就是我的耳朵跟眼睛 上海美國商會主席直接說 你去查那些consult的水表 等於是遮住外器的眼睛跟耳朵 就是我這樣評估 中國適不適合投資 我所有數據都不透明的 你會給我監管 我怎麼知道 到底有沒有投資的潛力 我看到財報可能是假的 所以中國現在這麼慘 那就算 可是最慘的事情是非洲人 非洲人我們之前不是聊過嗎 中國過去為了要拉攏非洲國家 給非常非洲國家很多favor 你留學生來 我就給你什麼地培 然後給你薪水 我們之前講很多很多 那這個過去這是一個 我沒有歧視 就是一個非洲人在中國畢業之後 女生下跪跟他求婚的畫面 他們是交往 但是過去確實 廣中 上海 都很多非洲人在做貿易 那麼最近 大批大批的非洲人離開中國 沒有生意可以做了 他們覺得活不下去了 然後中國更好笑 非洲人離開後 他們就說 這些非洲人不是自己離開 是被我們趕走的 要不要來 讓我們治安變很差 奇怪 你要跟人家交朋友的時候 就不說人家讓你治安變很差 而且人家去中國 也是勤勤坑坑的工作 誰知道你疫情來的時候 又要吃非洲人 又要這個 東一蜜 又要吃非洲人 然後又要怪是他們帶來的疫情 有沒有 廣州不是非洲人 那時候以為疫情的時候 是非洲人害的 就把他們全部關在一起 那現在非洲人也離開 所以中國現在整個經濟狀況 真的很不好 另外一個人 或者大家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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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來然 剛才 回到 廣州 對 我們 不會 快點 來 家 族